目標來了 煙發真的很危險,大家不要亂玩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由 Ubisoft 製作第一身射擊遊戲 Far Cry 6 在10月7日就會推出 我自己就非常期待這款遊戲 以前幾集我都有玩過 這個系列我自己覺得在故事方面是無可挑剔 第一身射擊的緊張感 再加上一些惡搞的元素 我想這個系列的粉絲應該都很期待這款遊戲的推出 這條影片簡單跟大家說一說 Far Cry 6 的故事背景 新增的元素 以及幸好有得預先預覽這款遊戲的關係 可以分享一些心得給大家 覺得我們影片幫到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支持我們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頻道 首先怎樣都要說一說故事背景 這次故事我們會去到一個熱帶天堂 賭國阿拉 當地總統就是安東卡斯迪路 他為了要恢復國家昔日的輝煌 再加上培養他的兒子迪亞哥 作為接班人的關係 就實施了獨裁統治 當地人民的性命危在單直 為了生存有一幫人決定逃離阿拉 不過可惜逃走是要付出沉重的代價 逃不掉就是死路一條 不過幸好我們主角撿回一條命 就是因為這樣就加入了革命軍對抗安東卡斯迪路這位總統 詳細故事我們留在玩的時候再慢慢看 講完故事 首先就想跟大家講講今集的多人合作模式 只要完成早期一個任務叫做沒有肯麻煩之後就可以連線一起玩 遊戲進度就會各自儲存 所以包括主線在內基本上大部分任務都可以一起玩 多人合作都有幾個不同的模式 第一個模式就是可以跟你Ubisoft connect 一早的朋友一起對抗當局 第二個模式就可以招募夥伴 找人幫忙一起去對付這個獨裁的政權 又或者成為其他玩家的夥伴 用你自己的裝備去幫人渡過難關 還有一起玩是可以拿到硬幣 可以兌換不同的獎勵 多個朋友一起玩 打起來可以分工合作 效率又真的會好很多 例如我們的朋友開車我們就可以上車頂用機槍去攻擊敵人 反過來做司機右下車可 如果有敵人出現 我們就吃著花生看人射擊 又或者混戰期間如果被人打倒的話 只要你的朋友還沒死都可以過來救你 你說有個朋友一起去對抗這個政權 不需要獨來獨往是不是信心都大一點 就算朋友沒空玩也不要緊 我們還有個好伙伴 一開始就已經會有的鱷魚垂江 你看他那麼兇狠,敵人看到他都會害怕 如果覺得惡魚太兇狠就有其他選擇 例如臘腸狗,肉腸 載具都有很多選擇 如果在街上看到有坦克 除了可以就這樣借來用之外 其實還可以把坦克洗去載具站點 之後我們就可以隨時叫他出來 除了坦克這類特殊載具之外 其實遊戲中還有大量的不同載具可以讓大家收集 除了一般地面載具,我們都有些攻擊性的座架 可以幫他加裝機關槍 而且還有模組可以升級 只要炸了敵方的載具就可以拿到載具廢料可以用來升級 以及可以留意到外觀不同了 不過明顯是用廢料加裝上去 車頭防撞欄都有些特別功用 例如這個進擊 升級完之後就可以在撞擊的時候癱瘓載具 提升衝擊力 多了一塊裝甲 再升級後多了很多東西上去 不過我已經玩到不夠了,要出去賺幾部車才行 飛行載具方面我自己就很喜歡用直升機 阿拉這個地方真的很大 如果用直升機就會節省不少時間 不過敵方都有防空設備 如果接近他就會攻擊我們的直升機 分享一個心得給大家 只要把直升機貼著地面走,好像開車一樣 防空炮塔就會搜索不到我們 而且還可以用地對空導彈攻擊目標 去到防空炮塔附近再發射導彈 這樣就完成了 其實除了剛才用的武裝直升機之外 還有一些阿拉人用垃圾砌出來的直升機 你看看他樣子多搞笑 除了載具之外,我們還有飛鼠裝 只要在高處向下跳就可以發揮他機動性的優勢 建一個這麼動盪的國家很多東西都要自製 當然包括武器 只要大家在主線拿到朋友之後 就會解鎖到這些合成裝備 最開始給我們的驅除者真的超級好用 這個背包不知道可以自動鎖定敵人 甚至連軍用直升機都可以炸下來 這個叫伏特的極品背包我也覺得非常棒 因為可以癱瘓載具和保安系統 甚至連坦克都不是他的手腳 坦克之後就走到駕駛艙 拖駕員出來,那部坦克就是我們的 解鎖合成裝備就需要用到朋友 我們就可以去敵方的防空陣地拿 反正都要摘他的高射炮,順便 在小地圖就會看到有一個核標誌的箱 只要打開它就可以拿到朋友 所以為了解鎖一些組合武器大家就要努力一點 拆多幾個防空炮塔 給大家看一些我已經解鎖的合成裝備 例如這個烤肉機其實在PV上面都見過 大家看看這個阿餅很明顯是在電單車拆下來 接著放一個燃料罐 後面就是油站加油之槍 再加上一個應該是龍藝用炊業機的引擎 火焰放射器可以連續攻擊 其實威力都不弱,而且對部份兵總有奇效可以引發爆炸 這支高牆雖然看上去好像手槍一樣,其實它是散彈槍 而且有另一個很特別的用法 就是它左手配備一個盾牌 你看就算被敵人這樣打,都完全不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走到新鮮思思然開槍,發揮到散彈槍最強的優勢 對,另一個用法就是近戰攻擊會變成囤擊 就算沒有子彈,都可以跟敵人肉搏 這支釘槍一看就知道是腦袋 左手一臂我覺得是在單車拆下來的 後面這把一定是大力鉗 釘槍的特色就是它的攻擊力非常高 就算穿著裝甲也好,一戰就死了 不過回收速度都很慢 所以就不太適合在混戰的時候用 接著這支低魚,明顯就是暗殺潛行必備的武器 構造很簡單的一支釘槍 加上壓縮空氣罐 彈盒就是一個罐頭 你看看 還有它的瞄準鏡真的很速度畫上去 不過它一來沒有聲,二來可以連發 所以其實都是很好用的武器 還有一個設計很有心思 例如射到木板上,你會看到釘是插在木板上 但是如果射到地上,釘是會出來,即是釘不進石屎 這個瘋狂插盤機,魚扣就會送給大家 非常好玩,還有瘋狂 再接近一點給大家看看,猜猜究竟它用什麼製作出來 如果要發揮它十足的威力 腰射就最好 因為會變成碎片,可以同時攻擊到幾個敵人 如果瞄準再發射的話 CD的碎片不會到處飛 而且攻擊力超高 潛行暗殺完全沒有聲音,你說多好用 摩登煙火是一件我很喜歡的武器 你看它的設計都很細心 因為有衝擊力,所以有個軟墊靠著腰腰 點火裝飾才是最山寨,你看是火機 武器發射的時候,左手無跌,真的要先打火機 這個燒煙花效果覺得晚上真的很適合 不過一攻擊就任何人都知道會引起敵人 這件武器我覺得一定要升級熱度引這個裝置,會變得超級好用 我特意不瞄準 你看煙花是會瞄著人們飛過去,是不是很好用 目標來了 煙發真的好危險,大家不要亂玩 其實除了合成武器之外 連正常的武器都有些自製的零件 例如這個 自造反射式瞄準器,大家看不看到是什麼 是一個沙甸魚罐頭,再加一支雷射 拿起槍,可以再細心點看看 你看我罐頭上面真的有兩條沙甸魚引起 不過又好像挺有用 其實遊戲裡面有不少的小遊戲或故事模式 例如可以扮演歷代的奸角,體驗他們的故事 凡斯的故事在11月就會推出 在營地裡面還有很搞笑的鬥雞玩法 大家就可以在遊戲中收集不同品種的鬥雞 接著在競技場上控制他們一剪新手 這個玩法就好像格鬥劍一樣 贏了還會有錢收 除了鍵盤、麥克風之外 其實這遊戲對應手制都是非常棒的 還可以用到PS5的手制 用了手制之後開車方面我自己覺得真的得心應手 另外最重要的一件讓大家看一看 在控制器的選項裡面就可以看到 大家看看這裡 是有自適應版機的功能 就是說我們用PS5的手制去玩這遊戲 L2和R2這兩個鍵就會有力度回饋 不僅駕車才可以讓大家踏油門和敵力的感覺 甚至舉槍和開槍都因為有阻力的關係 感覺就會更加真實 我覺得這方面真的非常照顧玩家 就算你沒有PS5也好 起碼你可以在電腦上感受到自適應版機的那種很完美的操作體驗 除了操作體驗之外 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就是 Ubisoft 是會照顧很多不同需要的人 甚至會照顧一些又適弱又或者身體又殘障的玩家 例如選單可以開啟語音 當你指下去那一欄的時候 它就會有語音去告訴你你指著什麼 以此用選單語音 選項23選單語音速度普通 又或者如果聽覺有問題的話 只要開啟聲音字幕 它會在畫面上告訴你那裡有什麼事發生 適弱又或者適弱的玩家 都可以開啟這個適弱模式 就可以幫助它們看到一些比較難辨認的顏色 這件事我覺得是其他遊戲廠都很少會留意的地方 再極致一點的甚至可以用頭和眼睛 去控制遊戲鏡頭 連瞄準、攻擊之類的東西都可以做到 你說這麼照顧玩家的遊戲廠去哪裡找回來 好了,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 跟大家分享了有什麼組合武器好用 還有有些遊玩心都希望幫到大家 覺得我們遊戲影片幫到手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最重要是記得訂閱我們GameplayHK YouTube頻道 多謝各位收看,謝謝,再見 謝謝,再見